今天这个天啊太好了 天气好就陪大家逛一逛 这个铁路桥破烂市场 大家好我是吴欣 欢迎收看本期的吴欣简陋 今天吴欣到底是又打眼了还是又简陋了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是一套香港某公司发行的 百人航天纪念币 杜金的我们问问价格 这是甜币咋卖的 这咋卖的 要多要多钱呢 800块钱 看看这个呗 这100是什么呀 我带大家看一看这呦彻底有什么 霸虹圈的这四枚是1915年沙皇俄国的呦票 但是品相很差 上面有20张左右 是一些为满的收入印纸 和一些民国和现代的税票 这些为满的收入印纸 还是有很多研究价值的 后备那些编年票 上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这些咋卖的啊 100还是这100是 100是 100是100啊 嗯 这有单的 我看看单子呗 这几张单子 行业内讲就是样票 这种样票吧 没有什么价值 主要是供人欣赏用的 你来放 单子 单子偏捕看了 就是能便宜吗 能 60行吗 啊 60行吗 这一本啊 太爽了 那你这低多钱呢 太爽了 能便宜多少啊 啊 能便宜多少啊 就也喜欢优票 优票 能便宜多少啊 要便宜多少啊 便宜10块 90啊 就拿去 就咱俩仓 80块钱得了 不行 80块钱不行啊 干啥用的这玩意 哎 干啥 你上个人干啥都行 80块钱不行啊 你这啥一句就行 80行不行啊 80行吗 80还是差10块钱了 看老人没开张也不容易 我就不再讨价还价了 行吗 90就90 做啥都行啊 这个不要了 这个多好啊 我一会再看看 之前我朋友就跟我说 这位老人几天没开张了 我过来看了看 20张为满的收入印纸 是我需要的 所以就给他开个张吧 挺大年纪的不容易 这是这个的证书 对 收据 收藏 收据 收藏 收据 收藏 收 收藏 嗯 行我再转转转啊 有些东西与事不能用钱去衡量 维满收入印纸 比维满的邮票要少得多 在我们这边有一些 但是在全国性质呢 又不太好找 再加上后边的编年票 保本还是很轻松的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